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还当过国家公园解说员 这也太跳动了吧 那他自己又收藏什么宝物呢 今天要带我们好好的来看一看 首先先来欢迎我们的 超强大建议团 大千点精品执行长 秦思琳 秦老板 大家好 珠宝设计艺术总监 廖文良 廖老师 大家好 来 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苦林 苦林大哥好 大家好 欢迎 您自己是会收藏宝物的人吗 我是不会收藏宝物的 所以之后单位来找我的时候 我说我没有宝物 后来他们就问说 那你太太有宝物吗 我说 太太就是你的宝 这多浪漫啊 听起来女生都醉了 所以后来实在没办法 就找了一件我唯一的收藏品 那其他这些 其他都是我表妹 我表妹因为她喜欢孕 那我就去找她 说正好她也想 因为收藏人都想知道 现在价值多少 借这个机会 有这样的专业权威在这边 对不对 虽然说拿回去也不会卖 但是欢迎节嘛 好啊 对啦 看有家的宝物 对不对 因为表妹的宝物这样子一排 真的都很厉害 而且我们的经验 大概有 百分之五十匹 真的喔 看起来越厉害的 就越危险 是 小妹 你不要难过 廖老师 怎么了 林大哥 你说你都 自己都没有宝物啊 是 就是剩下这一件 那你怎么跟你老婆求婚的 求婚喔 其实 我是不送女生宝物 那个什么珠宝的啦 因为珠宝送 第一 我也送不起嘛 我小气鬼 第二呢 你送了万一他不喜欢 他不带你不高兴 他带的话 他不高兴 所以我们就用别的方式 你结婚多久了 结婚十年了吧 我记得五年前喔 是 你来上我们的节目 是 我帮你设计了两个款式 对喔 你要求我帮你送 是 做两个款式你说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相亲相爱 然后呢 希望能够凤凰鱼飞 然后能够怎么样 双 那个双树双飞 是 对不对 对 我帮你设计了两个款式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小柳天堂 对 然后跟那个双树双飞 对 我太太 我也有告诉我太太 莫非这两个是借来的 这两个是你设计的 根本没做啊 对 但是这两个 你说当初你跟他求婚 的时候这两个要送给他的啊 这个是要 给他一个愿景嘛 愿景 他有未来嘛 那到后来我就说 你看这些东西你放着 你也带不出去 放在家里又不安心 你觉得换成现金会不会比较好 你真的很会洗脑啊 现金的话我当然没办法 一下给嘛 所以我慢慢给 秦老板最怕你这么给 你真的是那个 我觉得你真的是 国家公园的那个导览员 是啊 我们呢 留下美好的那个印象 拍拍照就好了 不要把那个什么美丽的东西 带回去 当久职业病 职业病 这个苦林他这个 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 就是说三两句 就可以把这个事情搞圆满了 这就让我想起了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理 大家必须要谨记在心 就是说男生如果不会花言巧语 女生要是不会撒娇 就要领残长证明 所以他是很健全的 他很健全的 我这个不是花言巧语 我是因为心胸狭窄 对 这样也是个方法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因为我们送不起珠宝 那我们可以做的事是什么 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特别的贴心 譬如说他咳嗽 我们可能就想说 他是不是感冒了 他送个没有 我们想他就注意到 他可能是心情不好 对不对 那他今天染了髮 别人都没注意到 我们就说你新的髮 这个新的颜色好漂亮 你真的会发现啊 对啊 然后这个 宋珠宝是为了表示 我们与众不同 我送得起 别人送不起 那可是我的贴心 我对他特别的注意关怀 那也是别人做不到 也让我们与众不同 我们这种穷人 就只有这个办法好不好 不穷啦 但是是不想要花 现在这里用另外一种生活浪漫 很细腻的 大家可以学起来 就是心思很细腻 能够很贴切地了解到 对方的想法 需求 就是说自我性不高 然后常常去注意别人的 那种感觉 这个是一种天生的本领 很厉害 很多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想说我老公怎么都不会这一招 真的是 来 第一个物件您说 就是您自己的 对 因为我当初这个 家破人 家破人善 落魂而逃 不然总会躲到国家公园去 当解说员 那唯一带 因为我当时其实是收藏很多艺术品 包括午夜画会的 这种现代画会的作品 可是我唯一带走的就是这一件 那这一件的特别就是 一来就是说 它作为它是雕塑 那一般的雕塑都是单独的颜色 可是它的雕塑 你看它可以做这个 它绿色的这个衣服 然后这个你看起来是石头的部分 这是铜的 对 所以它做出这种石头的质感 所以这是这个部分 我欣赏它 那另外呢 这个其实这个作品叫 呆呆 呆呆 这个就像我们小时候的样子 我们小时候就是 随便穿一个破破的背心 然后也没有什么 对 没有什么开心 然后就坐在石头上 傻傻地看着远方这样 就是那种纯真的感觉 因为我就发现 我自己失去了纯真嘛 所以我回森林里找回纯真 那我也带着这一件作品 放在家里面 随时提醒我 保持纯真的一面 而且我知道它是出自明家之手 是一位这个雕塑家 叫余登泉的作品 他也当过好像 雕塑协会的理事长 他很有名 他的作品经常在很多地方 都能够看到 对 有很多大型的那种 豪宅什么的 对很多 我们去参观英英哥 那个富贵桃园的时候 全部都是余登泉的作品 是 那个能够勾起 我们小时候的那种 那种特别的印象 像以前我们那种铁马 有没有 假如他说叫铁马 你一定要从那个三角架 跨过去这样一起 做得微妙微笑的 是 所以这是您的收藏 也是今天这件 唯一您的收藏 唯一我的 这个什么人 就是收藏什么东西 这样东西 还是真的要有一点 艺术涵养的人 才会去收藏 因为这个东西 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做起来非常难 第一 创作很难 做雕塑 是所有艺术里面最难的 因为它是立体的东西 它要表现出来 它的那个精神感觉很难 比如说罗丹 罗丹他一生做出来的那个雕塑 并不多 但是都是怎么样 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比如说罗丹的陈诗者 那个非常了不起 那因为你要把用雕塑 因为雕塑的东西是硬的 你要把它精神跟那个心灵 雕出来这个就难了 比如说我们来看 这个余灯泉的这个作品 最重要就是它的面容 它的面容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那个乡下孩子 说法听了脸上都很多 很多脏兮兮的 然后就看着天空 干嘛呢 就在想说 我现在要怎么 我在靠零蛋 我等来要怎么 我爸会给我托 它就是有这种 这种 就是那种 就是童年的那种思维 那这个就非常非常这个 我跟你讲说生活化 余灯泉的这个雕塑作品 大致作分作几类 第一个就是童年 就是童趣 第二个就是孕妇 第三个呢 就是它的装饰寓的 所谓农村 这三个系列 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然后它的雕塑也非常难做 为什么呢 因为要把它雕 这个雕塑要做成 一个食品出来 它大概要过好几个关口 第一就是它必须要做泥塑 它先要做一个 用泥巴捏好以后 慢慢地雕 然后雕出它的面容来 嘴巴什么的 都做好以后 然后它再做FRP FRP做好以后 再灌这个铜浆 然后做出一个粗胚 那这个做的粗胚 有开始细细的磨 慢慢地把那个精神 全部把它做出来 然后做完大概 它可能就是一百件 一百件以后 就把那个模子就弄毁 就销毁了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余登泉先生的一个 这个童年的雕塑 这个雕塑 因为那个余先生他是 他比我小 但是他这个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成名了 是 他二十四歲的时候 就参加台媒展 第三名 他在四十歲的时候 都已经得到台媒展免省资格 上面叫做免省资格 不用参赛了啦 直接来比赛就好了 是 这是很了不起的 因为最重要的是 真正愿意做雕塑的人不多 因为第一很难 第二成功率都不高 非常难做 不简单 好 我们也给这个 您当初收藏价是多少 您记得吗 其实我已经不记得了 快了喔 有... 有啦 躺下有 大概每一年的收入 我大概给你评估 大概 安全啊 因为从我出事以后 就是零 好 我们也给这个 这个作品来一个 您当初收藏价是多少 您记得吗 其实我已经不记得了 因为好像是用换的 因为我那时候要走路了嘛 就把我加艺术品啊 连我的修理车啊 你缺多少 再加这个 是这样子喔 所以基本上 我没有对它的价格的印象 好 因为苦林 你著作有没有等生 快了喔 有... 躺下来的话有 等下来 你寻过很多的书嘛 是 大概你那些版权啊什么 大概每一年的收入 我大概给你评估啊 大概... 大概一百到两百万之间吧 没有 版权啊 没有 现在没有吗 因为从我出事以后 就是零 对 一毛钱版 所以都没有收到 因为... 所以这是... 这其实给我一个很好的教兴 我就想说 你不管我做什么事 我书还是写得很好啊 你们还是可以看啊 文笔还是啊 可是他觉得你不诚实 所以诚实是做人最基本的嘛 其实像你们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你既然不诚实 那你写的东西再好 我也不相信 所以就不看了 所以我去当作解说 已经八年之后 再重新回来写书 然后重新才有新的这个读者 还有以前的读者 回来接受 对 可是我觉得 这个世界上 会有完美的人吗 当然是没有啦 是 那您觉得 这个世界上 有真正诚实的人吗 哪一位 哪一位尽量成诚 我就尽量成诚 我就尽量成诚 我们那个 如果讲说 书有未曾经我读 书有我没读过的 求之无限嘛 事无不可对人言 就我做的事情 没有不敢跟人家讲的 我们就尽量 朝这个目标呢 是不是 好 很难 那我的话我是做不到 所以这一生不用想这个 只想什么呢 只想说 我有善心 也就是说 当我在面对别人的时候 用善心 面对我自己的时候 那我也不用 尽量原谅就对 我也不要想太多 为什么呢 因为个性使难 天性嘛 宜三义 宜性难嘛 所以我觉得 没有真正诚实的人 我相信 任人遇到贪嗔痴这三观 要诚实都很难 好啊 来评估一下 您这个物件 好 呆呆 请建价 有没有超出您的日记 超出 他是不是对我来言 他是无价之宝 因为那个 那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生命历程的 转变的一个纪念品 所以很多东西 如果讲到这个部分 就不是实际的金钱 可以衡量的 是 当然我还是很高兴 他值三十五万 万一哪天我又需要走路的时候 这个有先釋出 但是 虎妮 我要跟你讲 是 这个雕塑品 它缺乏照顾 没有照顾 也就是说 曾经好几次家暴 你看这个 都脱漆了 你看它这个 都脱白了 所以您要特别注意 像这个绿色的部分 这个绿色不是上油漆 这个绿分是二氧化瘤 用二氧化瘤涂上去以后 然后喷腔去喷 然后它迅速氧化变绿色 那像这个 这个是上了一些透明漆 所以你要注意 它会脱漆 你看这个耳卵石 做得跟真的一样 对啊 你刚敲敲敲才知道 对啊 所以真的是 这个很棒的一个艺术品 好好的把它放着 然后换起我们的童心 继续放着 来 下一个宝贝 开始都是 这个表妹 对 这个其实我早年 我也曾经对玉有兴趣 因为我们读中文系的讲 君子如玉嘛 人就是要从一个朴实雕桌成 一个玉这样子 而且我们讲说 成就什么好事 叫玉成这个好事 所以玉都是好的 但是呢 我有一次去中国大陆 然后就看到一个玉的手镯 是白色的 然后中间有一块是绿的 就很难得这样一块绿的 很漂亮 那我就很喜欢 然后讨价还价 大概只有几千块钱 这样那个人民币 人民币 结果可是 他要交货的时候 我发现中间有一点点瑕疵 那当然 我说那这样不行 他说 没关系 我换给你 打开一个皮箱 花色都一样 对 所以我才知道 原来是假 那我就觉得玉这个东西太深 他不像说黄金或钻石 就是说还有一个客观的 评鉴标准在那里 所以这个东西我既然不懂 我还是不要碰他好了 就那一次 对 但是像我表妹 因为他是 你知道他是嫁给这个 做游艇的 你知道我们高雄最有钱 第一做游艇 第二做螺丝 所以家道算是十分的雄厚 那他又长得就是很 雍容滑贵的样子 太适合 对 因为像我太太就不适合 因为我太太是那种 吉普赛型的那种 就是头发乱 这个有点龐克 不是真的 他然后他就穿一些破衣服 所以他适合戴银的饰品 各性派 对 那像他就比较富贵 贵妇型的 所以他就很适合戴这个玉 所以这个 这个是他第一件 自己买的玉 对 他买玉 因为他玉也是因为 受到他婆婆的影响 他婆婆喜欢玉 那他婆婆是喜欢 比较喜欢那种老玉 那他就比较喜欢这种 就是他比较剔透亮的这样 比较说 表演玉滴 看起来比较水亮 水亮 比较剔透的东西 比较年轻 对 他比较喜欢这一种的玉 所以这个是他自己的 第一个自己亲自买的 下面还有个大珍珠 对 但是他说这个珍珠 我说这个很值钱 他说没有 因为它是水珠型的 不是圆型 听到说是圆型 比较值钱 对 其实这已经很值钱了 真的 因为这颗珠大概有14mm 这个算是大颗的 大颗 然后这个珠光很好 也就表示它是珠皮够厚 然后上面这两个翠玉 是老坑 可以说完全是透的 带玻璃 老坑带玻璃 这个是非常好 只是小了点 那我们也评估一下 您知道他入手多少吗 他有没有说 因为他说好像是二十万 二十万 对 那我不晓得 他是去交学费呢 还是去做通知 评估一下好不好 是不是 好 请见价 表妹啊 表妹还是入贪 入贪喔 所以因为这个珠子 这个珠子 算是一个好珠子 因为珠子有一些是 人工养殖的 然后它为了要素成 所以那个珠子的珠光啊 珠皮都不够 他好像说这个比较浑厚的感觉 是 所以皮是够厚的 它的颜色 然后再加上 刚刚前老板讲老坑的 那之前 是 虽然小了一点 但还是有这样的价值 是 不过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苦名都没有兴趣 是 他刚头点得很快 他就说表面 你那个舞台 我替他高兴 纔粹欣赏 因为去跟他拿东西 他就请吃一顿饭嘛 然后去还他 他又请吃一顿饭 然后又叫他 雪老板刚发过 不错的价 可能可以值两顿饭 是不是 来看看 下一件也很漂亮 他这是一起买的吗 对 这个是 这个是他后来自己自己买的 就是比较 财力比较雄厚了之后 因为他觉得说 买这些玉 也没办法一天到晚带 因为你总是要 比较正式的场合嘛 所以他就想说 那像这种 比较像艺术品的 他比如说 可以当凶针 对 当凶针 也可以当那种挂饰 对... 甚至说摆在家里面 欣赏也不错 譬如说你大概 不太会放着这个在欣赏 但这个就比较有欣赏 对...可以当艺术品 对 所以他就放在柜子里面欣赏 但是你自己对这种东西 你觉得看 你自己会看得开心吗 我对美的东西都是喜欢的 所以通常我就 尽量大家也看太太 好会讲话 真的 真的... 真的是... 你知道这样一讲 你就都不用花钱 买这些东西了 你知道吗 太太也会很开心 对 我一定要好好的学 是... 对 真的 什么都不用买了 什么都不用买 不但不买 而且人家 对你这个景仰 无偷偷僵守 那爱意止不住 对 一句好听的话 抵什么 抵千金 对... 花那么多钱都白花了 讲两句好话 所以我回家以后苦练 苦练 要好好练 好 这个翡翠 我就非常欣赏 这个翡翠够厚 然后预值非常之好 这个我可以这样讲是 上等的一个翡翠 然后里面的几乎没杂质 这个是很漂亮的凶针 这个是来行人 才会挂这个 不过时 用沙甲的也差不多 因为远远看 对 非常漂亮 这个我们单独 单独这个 先来评估这个 单独的好不好 因为这两个材质 不太一样 所以您知道他买多少吗 当初这个 他说他也不是很记得的 不过这两个 应该有100吧 两个加起来 两株有一百 那我们就先评估这个 翡翠凶针 请建架 那时候我说 请工作人员 刚好他们去高雄 我说你帮我带过来 他说我 OK 我今天来的时候 是那种大摇大摆 粥咖啡来的 我现在开始担心 我回去要不要 要不要请个保镖 我觉得你可能要喔 好 那我们就先评估这个 翡翠凶针 请建架 可能要喔 这个价值这么高 你是不是觉得 你是不是觉得 表妹到底平常 不是 难怪 难怪那时候 我说 请工作人员 刚好他们去高雄 我说你帮我带过来 他说我不敢 我不敢 我今天 我今天来的时候 是那种大摇大摆 粥咖啡来的 我现在开始担心 我回去要不要 要不要请个保镖 我觉得你可能要喔 可能要喔 先投票 这个价值这么高 那表示这个水头 我觉得美的 非常漂亮喔 又够厚 我们来看看 那个拍卖会里面喔 好 这一个 你看这个总地差不多 但是呢 这一个都是小块的 它那个物件 都是比较大块的 很大 那这一个你看 弄起来的话 小的排起来 才那么一大片 不像它那个 那么大块 那这一个拍卖价 成交价 你知道多少钱吗 这一个是十八万七千五百块 港币 都是小的物件喔 那难得那么大的 这个价钱特别的好 大开眼界喔 所以刚刚讲的是 两百 两百 对 两百五百 这是一个 珊瑚的胸针 珊瑚有很多是假的 染色的 比如说白珊瑚染色 或者是干脆用塑料做的 你说我们卖给路客那些吧 不是 那是什么 纸面上的物品 大部分是这样 尤其是如果是 大陆客来买 大概十八九 都是买了塑料的回家 所以这个特别要小心 那这个会不会是塑料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是真的 你不知道的事情喔 你前老板呢 他见价钱不告诉你 现在先卖个关子 学义效果就对 但如果是真的 还是阿卡珊瑚那就不得了 反正这两个一百嘛 这个已经赚一百五 已经赚了 赚两百了吧 也没关系 那不是你的东西 大家都没关系 表面也很紧张耶 买了塑料 然后带那么多年出去 都还是抬头挺胸的 以后他都不带了 来 评评看看 好 请建价 是真的喔 这应该是真的 这两件加起来就三百万了 对 然后他这样买一百 他当初买一百多这样是划算的 对啊 不过也都蛮早 应该有二十几年前 那他真的有转 所以这个 这一件呢 这件我有话说 怎么了 你看看我今天戴的这个 你也是戴珊瑚耶 对不对 跟那个像不像 这样有踢罐 那你那个比较大 它那个比较长 那上面大概就是 几片叶子 廖老师 那个很像 不是吗 这就是有像 你这么说还真像 旁边那个是肾还是肺 因为心脏不好 坐着支架坐在外面 对不对 来 我跟你讲 很多人都觉得说 老师已经设计的款式 都太豪华了 加了那么多的物件在上面 但是呢 我们有加法也有减法 比如说那个静怡 你看他这一个物件 上面是不是有蝴蝶 有蝴蝶 然后呢是不是有攀爬的 这些植物 是 那这个物件呢 我告诉你 它做的 设计的那个点状不对 角度不对 该有绿叶的地方呢 长得不对 所以这个物件呢 我来看 我告诉你 只有一首词 一首诗给你了 枯木逢春蝶练花 上面是不是有蝴蝶 这枯木逢春蝶练花 代表什么呢 它是露水鸳鸦 第二个呢 细枝攀爬 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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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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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當領針或者當胸針的時候 這一個我們弄一個黃金三角來看 黃金三角看的時候 我們綠色的位置 剛好在三分之一的地方 它是一個焦點的地方 在設計上面 你就必須要掌握這樣的特點 我們做領針 你這個橫向就好像是一條船 它必須要非常穩定 所以把下面那一個枝結 把它剪掉 一定要去掉一些罪物 把它剪掉 不要說這一個還要再多出來 多出來的話 怕唇你就拿到下面 所以老師你除了做 冠狀動脈的手術 也有做珠寶修改的手術 我也會做船 珠寶修改的手術也有 有 都有 它會做船的設計 都會 所以現在是在幫 它想要做你表妹家族生意 大生意都來了 豬寶什麼生意 大船還是大生意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設計 你要掌握黃金三角 那你來做設計的時候 你就會變得好看 好 所以你看 橫向有時候要橫向思考 還要用到減法 其實我覺得跟人生是一樣的 對 對 就像您剛講說 您在人生低潮的時候 跑去當國家公園解說員 是 有一些領悟 其實我也沒有 人家說你幹嘛去當 跑去國家公園解說員 而且失蹤了八年 沒有人找到 我說其實我就是因為 做了錯誤的事情 被社會大家批評 那大家都討厭 人都討厭我 那我就去沒有人的地方 那大自然你生理 你就沒有人 只有植物 植物它不會講話 不會批評我 還有動物 那動物它比我還亂 所以它對我也沒有意見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 很自然的和諧的 可以生活下去 怎麼會有人看得出來你 你是誰 不會遇到你 民眾遇到你不會很驚訝 大部分沒有認出來 因為大概一來沒有想到 我會在那裡 那二來因為我穿的制服很帥 完全不像我 對 帽子是更加墨鏡吧 沒有 那個 加口罩 真的我敢 可以看那個照片 真的很帥 所以大概大家不敢認我 是 所以最多有人 認出來就是說 就比如從小看我書 長大三十幾歲的女生 她就帶著小孩來 就很開心 認出來就拿一個東西 給我簽名 簽完名她就拿給她小孩看 你看你看她幫我簽名 小孩就拿著說 這什麼 苦茶 她會不會有人挖苦泥 就說你怎麼在這裡 不會啦 會到山上去的人 存著都是自然的 都還滿善良的 對 就大家都是很開心的去的 所以大部分人到那邊都會說 加油 就給我鼓勵這樣 從那邊吸取一些正能量 那在演藝圈有沒有 你覺得特別在那段低潮時期 給你一些幫助的 你自己有沒有這樣的 我大概唯一有聯絡的就是余美人 美人姐 對 然後所以她變成我的 其實她也很糟糕 她幫你啊 她很糟糕 不是 她問我說 你現在生活可以過得去吧 我說還可以啊 一個月兩萬塊 還可以生活 那你知道就好 還去電視上講 講還講錯 講說我現在一個月生活一萬塊 結果你知道我在路邊吃麵 上課不跟我收錢 不要這樣 八十塊給你 你美人姐說你一塊一萬塊 很可憐 你要給你吃 美人姐這樣一開 金口一開 對啊 就到處大家都不收我錢 對啊 生很多錢 那陣子 不錯... 美人姐算是幫了一個大忙 解決你民生問題 很重要 對 來 回到寶物身上 表妹這一套也很厲害 是滴滴滴滴 這個很特別 就是說因為她喜歡這種 比較通透的玉本 那再通透就這樣了 所以她本來是沒有在收藏 這一類的東西 可是她看到這個綠寶石 因為也是非常的那種 晶瑩剔透透亮的那種 通透水量的感覺 所以她就... 她去看了 所以這個兩位老闆要特別留意 這件事情 她去朋友的營樓看了之後 她捨不得買 因為實在太貴了 捨不得買 她就沒有買 以她都捨不得買 結果到她快生日的時候 營樓的老闆娘 居然去找她婆婆 說你媳婦來我這裡看了 這一套東西很喜歡 她捨不得買 結果婆婆說 幹嘛捨不得買 我買給她 得手了 對啊 所以可以從婆婆... 所以你要當珠寶店老闆 你要建立起一個 家庭的聯絡簿 對 知道她老公的電話 知道她婆婆公公的電話 通常老公沒有用 老公都是千萬百億 阻止她買的那個人 所以包括表妹老公也這樣 對... 但是婆婆... 表妹老公也是很喜歡她買 也很喜歡她買 那但是這個 她就覺得對她來說 她不應該花那麼多錢來買 但是婆婆送她生日禮物 她都開心 她嚇到了 所以你看這... 當初是多貴 她捨不得下手 她沒有跟我... 她這個... 她買了之後 她其實... 她原來的那個座子 是比較舊的 因為她婆婆留的 所以她有把這個座子換 對 她有改這個座 因為她想這樣 還要留給她女兒 當作家傳之寶就對了 那光這個座子 大概花了三十萬 對 那這套東西到底值多少錢呢 我說這三樣要不要一百 她說什麼一百啊 然後就不講了這樣 就這樣 對... 她覺得我... 你沒有找到答案 她覺得我對她太不理髮了 沒關係 我們很好 我剛剛有特別看了一下 那個台子 是 還好不是我做的 因為我們那個台子做好了之後 都會打上自己的 電號的那個名牌 那還好不是 因為我不會像那個珠寶店 跑去跟她婆婆講說 你媳婦來我這邊 關了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怎樣 捨不得買 我們不會這樣 那你們都用什麼方法 不是... 一般來講 我做珠寶我是比較簡單 就是願者上鉤 上鉤啦 反正大家買東西 你買了我也不會跟你婆婆講 婆婆買了也不會跟媳婦講 也不會跟女兒講 但是如果說他們要自己分享 那是他們的事 我們不要過嘴說 誰來我這邊買了什麼東西 這種珠寶店呢 其實如果是像這樣說 你來我這邊看了之後 然後我去跟你婆婆講說 她捨不得買 對 這個有時候呢 會逾越了本分 因為我就有客人 他就是這個樣子 媳婦買的東西 比那個婆婆好的時候 有的 不過她也... 因為她也跟她婆婆 本來就很好 我也知道她們婆媳關係 非常好 所以她才敢這樣做 這也不是隨便打的 打去婆婆說 什麼 怎麼了 幫我拿著一件出來 這是婆婆的 婆婆來踢館的 這是婆婆的 要讓大家大開眼睛 什麼叫做厲害 什麼叫做行家 要看這一條 對 一條可能抵整桌 這個我特別告訴我表妹 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 把她婆婆帶出去上去 不要讓她在家裡看 不過她也... 因為她也跟她婆婆 本來就很好 因為也知道 她們婆媳關係非常好 所以她才敢這樣做 才敢打這個題目 這也不是隨便打的 打去婆婆說 什麼 我媳婦卡了多少錢 我們家賺錢多辛苦 你不知道 這樣反了反效果 是 所以她打去是說 媳婦來看了 但是她捨不得買 所以婆婆就送 當生日禮物 但是苦力也問不出 這到底多少錢 但是剛剛前老闆評估了 看了一下 我覺得 這個這一組的 這個祖母綠的 這個手勢 是很漂亮的 那珠寶店為了要推銷 用這個手法 我覺得也很厲害 直指人心 就是說她婆媳兩個人 感情不錯 看得出來 聽說是這樣 打電話給婆婆 然後婆婆買給媳婦 然後改天再打電話給媳婦 說你婆婆來看這個 媳婦買給婆婆 在兩邊 他們兩個都開心的 那個老闆 比他們兩個加起來還開心 這個我要學起來 這一招可以用 這可以用 你今天學到不少東西了 對... 學到不少... 這招好用 而且絕對不會穿幫 對不對 絕對不穿幫 我覺得說好 那其實買珠寶 也就是這樣 買開心 它不是價格的問題 不是價格的問題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手上 有一點餘錢 買一點東西 給自己心愛的人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的事情 當然也不一定要花錢 像苦鈴 兩個嘴皮子上下一碰 OK 事情搞定了 對不對 這個也怎麼樣 也是本事 是啊 也是本事 對 好 來 我們來 評估一下 就知道到底這個祖母率如何 耳環跟戒指價值多少錢 請見價 兩百萬元 對 他們哪有那麼少 這個祖母率 首先它沒有泡油 那很難得 沒有優化 二點它顏色非常的漂亮 而且是哥倫比亞的祖母率 對... 還有這樣 現在來 你想到了 對 它想到 我想 他說他是哥倫比亞的 對 那價格就不會太低 也就是說這個不是普通有錢 是個有學問的有錢人 有做過功課 對的 不是傻乎乎的人 他買的東西真的不錯 你看從前面看下來 都算不錯的 所以跟苦鈴 沾了一點關係 多少都是怎麼樣 有一點知識的 也不是胡亂來的 這個知識我是完全沒有的 完全沒有 難怪你跟他說一萬 他生一百萬 他生氣什麼一百萬 我一百萬是出於對他的敬意 不然我還不想講那麼多 他說真的 我剛剛在看那個鏡頭裡面 你長得很像個古人 是嗎 很像個名人 是嗎 有學問的人 是嗎 像溥仪 答對了 有像 尤其是那個眼鏡 我如果戴圓的眼鏡 非常的像 我跟你講 末代皇帝根本就應該找我去演 對喔 問題是那樣就沒有人要看了 他怎麼可以找尊榮是不是 因為我本來就是 滿清後裔 對... 你看滿清皇帝 康熙 乾隆庸正 那臉都一個比一個長 是長型的 所以我們 那你演哭戲的話 這個拍要很長一段時間 原來有這樣子的一個家族背景 是 原來您是愛心絕羅 我不是愛心絕羅 愛心絕羅的後來姓金 是像那個金普中他們 是... 我們葉赫娜娜的後來是姓王 對 所以我本姓是姓王 葉赫娜娜 那你跟慈系他或是本家 是... 失禁... 有謠言 曾經太后演 有謠言是不是 什麼謠言 不是 我說有遙遠的關聯 對 慈系太后演 沒什麼好進的 不用 一小時候會不會經常拿這個 跟追女朋友的時候 來說嘴 不會... 這個又沒有什麼好開心的 這... 人家就有人就覺得 這個血統 應該特別 沒落的貴族都被... 我只會說 要不是你們推翻了滿清 因為我現在還是個 貝勒爺 對不對 你們還在那邊站著 全部都跪著喊 渣奴才該死 但是是不是滿多人這樣講的 所以你像胡怡有吧 對... 而且有這個照片非常像 真的很像 所以你們真的打扮起來 真的看起來會像 因為你有這個血統 對嘛 看起來就是一副 亡國之君的樣子 好啊 你太可憐了 來 再回來看看 我們就說這個表妹的東西 我們從這裡到這裡 今天都沒有讓大家失望 都是厲害 這個事情就大條了 怎麼了 這個我特別告訴我表妹 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 把他婆婆帶出去散步 不要讓他在家裡看電視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件勾當的時候 婆婆知道了 婆婆說 要見教我看看 這裡就要去跟他們見教 這是很厲害啊 幫我拿一口氣 他拿這一箭出來 這是婆婆的 婆婆來踢館的 這是婆婆的 要讓大家大開眼睛 什麼叫做厲害 什麼叫做行家 要看這一條 對 有可能 這樣子 那我得讓 請好不好好好看一看 你剛剛一講 我手都開始發抖了 他們拿來弄的時候 我再逼他筆筆 萬一掉一個人下來 就像你說 你今天要回家 是滿緊張的 看到這一些價值的 好 我先說一下 這是一個 翡翠豬戀 翡翠第一次進皇宮 是在乾隆的時候 那是大量進皇宮 基本上也都是在 咸豐年以後 因為緬甸國的進貢 那你知道嗎 這個滿族的人 他們都會帶曹珠 對 很長 曹珠是幹嘛呢 因為滿族人信奉佛教 所以他們念佛 就說一百零八顆 就慢慢念 這個曹珠上面 有串珠 有輾珠 當然這個我今天就不提 這個翡翠豬戀 它原來就是翡翠的根源 就是當初就是做翡翠豬戀的 到了磁吸的時候才開始做手鐲 那翡翠豬戀為什麼難做呢 比如說這是一顆原石 對 它裡面要找出一百零八顆 一樣顏色 一樣的這個透度的 抱歉 很難 很難的原因是因為這個裡面 有很多的流列 有很多的是白的部分 顏色不夠 水頭不夠 種種的 所以要做成一百零八顆很難 那這個是應該是五十幾顆 這五十幾顆的也非常的難 大家可以看到沒有 什麼叫寶光 這個光就叫寶光 每一顆應該是都在 就在七到八ミリ 然後能夠有五十幾顆 都是一顆石頭取出來的 這個非常難得 所以它的顏色才不會有太跳動 顏色腫水 這個我們要研究一下 仔細的要 這個東西跟苦鈴 我去穿個滿清的草服來 大家... 的確 因為要看到這麼漂亮的豬鏈 就像小碗講的大小也好啦 腫水也好啦 甚至色澤 每個顏色都要一樣 所以變成你要在一整塊裡面 找出這麼多來 對 不是說這裡找一個 那裡找一個 如果說是很多不同的來源 來做一串就不稀奇了 不同的來源做出來的顏色 就不一樣 對 所以要同一顆石頭 是 同一顆石頭 而且這塊石頭要很漂亮 才能夠做出這一個東西來 其實翠玉的原石 就跟咱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這個雕塑的原石差不多大 可是將近有三分之二是不能用的 比如說石皮 還有一些其他的那些 共生物有很多 那剩下就是 大概很小的一塊 然後要做成這個 碰到這樣子很難得 非常難 非常難 水頭 種色 這個都是一個價格的參考 非常難 還有一點 就是說 現在的一般玉商 他拿到石頭以後 他不會去做這個 他覺得去做手鐲比較好賣 他可以賣更多錢 對 他不要做這個 做這個因為 戴起來太顯眼了 不是很常可以用的 比如說你表妹的婆婆 她也就是在一些 一年大概我看大概一次兩次 對 很少的 這就算屬於收藏品 所以你自己沒有研究 對不對 但你自己 如果來評估這個價格 你覺得這個值多少 這個他婆婆 我表妹婆婆直接放話了 對 我說 阿嬤 這是多少錢 三百倍 我把這個 他跟你說 他直接跟 而且那是多少年前 買的三百塊 應該有三十年以上 一定要 因為現在找不到了吧 現在比較少 越來越少了對不對 所以我就很擔心 他口氣太大 所以才叫我表妹 帶他出去散步 千萬不要看到 我還在心 我還在心 這也承受不住 我承出來三百八 結果見出來是比我 但請老闆說 這也好像都三百塊 來 廖老師要補充對不對 我們過去在那個 豬鏈的市場裡面 其實是在二零一六年 這個手镯 我們翡翠的手镯 它在拍賣市場裡面 因為那一年的春拍 四家大的拍賣公司 有七個桌子 六個流拍 第二年全部都是 豬鏈往上竄起來 豬鏈往上竄起來 那最有名的一個就是 我們知道那個巴巴拉赫等 他的爺爺送給他 一個豬鏈你知道嗎 那只有這個頭 只有香這個頭 是卡蒂爾幫他香的 是 只有這樣而已 卡蒂爾 2017年的時候 把他買回去 買了多少呢 8.3億台幣 8.3億台幣 到現在呢 我們現在只要是 到大的拍賣市場裡面去的話 手镯數量還是比較少了 是 反而豬蒜多了 那我們去看 他這個豬蒜 這個豬蒜很漂亮 這個豬蒜很小 對啊 我們去看小的跟大的 它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價差 像這個豬 豬蒜比較小 它多大呢 8.9 3.8到8.9而已 它成交價才 687500塊港幣 可是呢 我們再看到一個 豬豬大一些 豬豬大一些 那一串的種子 比這個漂亮 是 這個種子不好 可是它有多大呢 它的大小 12.3到15.9 拍了多少你知道嗎 七千三百五十八萬港幣 總值不好 但是它夠大顆 品項非常的均勻 所以好的物件 像這種豬蒜 好的物件真的是不多 你不是同一塊石頭 你還真的很難切出來 它每一顆的種子 種水都是一致的 所以婆婆這個真的是厲害 然後又是這麼多年前入手 三百多萬 在這麼多年前 你看 所以這個評估下來 請見價 四百二十萬元 這個我是這樣子 雞蛋挑骨頭 覺得它就是小了點 好夠大顆 這個大概多少 這個大概是在七八米里 這個可能只有大概不到四米里 比較小 但是已經相當了不起了 已經相當了不起了 在我看起來的話 如果這個 你會不會有千萬 不瞞你說我那天 前天在我表妹家 把這些打包好之後 我就跟她說 我可能不會回來了 這樣還是找得到你好不好 他去電視台門口堵你 沒有 我當然是直接出國啊 後來發現飛機都沒飛 現在沒飛你也沒地方可以跑 就算了 還是來這邊 還是乖乖的還給表妹 按伯伯 但是還是謝謝你 讓我們大開眼界 今天都很厲害的物件 謝謝古林大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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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佑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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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佑保佑保佑